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方振东忽然出手袭击带头的日军长官 日军长官猝不及防 被方振东推倒在地上 方振东双目血红 如同发疯的猛兽 举起手中的砍刀 接二连三砍杀日军长官 跟随日军长官的日军士兵 举枪向方振东射击 方振东眼中只有日军长官 脸上沾满了鲜血 拼命砍杀日军长官 万营长本来不想惹是生非 奈何方振东突然袭击日军 万营长只得从身上掏出手枪 与日军士兵激战 与日军长官 你可别吓死我 我这活着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娘 你这是咋了 我是娘 别吓我娘 你咋了 跟娘说 你咋了 跟娘说话 你咋了 哥 我带兄弟们过河 我想去看看日本人 看娘说咋了 死了 谁死了 都死了 冒杰呢 他们都死了 就你一个活着回来的 都回来了 我都带回来了 我都带回来了 买在后锅的坟机里 没回来 的人 她妈咋了 刀不出来 都死去 才会 还是 难道 那你现在想咋 娘在童话活了半辈子 活得结结实实的 没低过头 你今天怂了 你想跑 那你是不是 没脸见人 想藏起来 你让娘打活 娘打活 你想咋 告诉娘 你想咋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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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咋 你跟娘说 娘你干什么 娘 你干什么 娘 你干什么 是不是日本鬼子 杀了你的弟兄 娘 你干什么 你站起来 娘叫你 这是娘杀猪的刀 你把它带上 过河去 去杀鬼子 能杀几个杀几个 娘 去给兄弟们报仇 你不是让我跟军送死吗 快点回 娘 走 娘跟你一起去 听明白没有 娘 娘 放开呢 别给我站住 放开呢 别把我站住 我开枪了 别动 站住 站住 大伯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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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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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过的事我都知道了 这世上没卖后悔药的 五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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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五 谁告诉我 卖香去找兰云 兰云来找我 就是要劝你不要过河 你慢着干啥 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怕你死了 我姐来了 她咋说 她能说啥 那我劝你不要过河 你说你过河能咋 你说你过河能咋 你是能报仇吗 是能咋 我杀不了十个 我杀一个也行 你只要答应我不过河 我现在就放了 如果把我放 我得赶紧过河 你过河能干啥 就你这祸 还没见到人的人 一枪把你蹦出去 我娘说了 我就是死一死到河那边去 傻死狗是吧 那我就关着你 动着你 饿着你 你啥时候认怂了 答应不过河 我再放他 好好好 我认怂 我认识我 你快把我犯了 我再赶紧给我河呀 我扶你走 对这祸我完全没办法 那你放了他 让他去死吧 是你不让我放他 你现在放了他 他一过黄河肯定就是个死 你以为我放了他 他能活得好吗 救我救能饶得了他 他把人家一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弄死了 他要逆你饶得了吗 还有同关那三个孩子 人家大人不把他劈给过 他还死要面子 你看他还有脸会骑东寨吗 还有脸当老大吗 我告诉你 他能混到今天走投无路 全是他自己做的 他活该 行了行了 你坐下来 办法是人想的 我坐不下 我也没办法 我抽个时间跟他谈谈 你能聊啥 那咱们都不管他 就这么关着他 让他去死 我先走了 后悔了吧 十二个兄弟 十二条命 都死我手里了 脑僵都打着了 是 哟哟哟 哟了 来来来 哟一个给姐看看 你还记得 小的时候 为啥我总赖着你 爱跟你在一块儿玩吗 因为你浑 总是处处地护着我 逗我开心 那几年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 只要想起小时候 咱俩干的那些浑事啊 我都能笑出声来 所以我是真的想帮你 你要是想帮我 就把我放了 我要过河 你过河干啥 报仇 过了河你就报得了仇了 你哥说的话虽然难听 可是句句都在里儿 这次过河鬼子你都看见了 我就是把你给放了 你过去 你能杀得了他们吗 你能报得了仇吗 你还没靠近他们呢 你就死了 这样你就心安了 用咱同关老人的话来说 那就是冤魂 就是孤魂野鬼 既去不了阴间 也到不了阳市 你就是想去做个冤死鬼 我跟你哥 是真的想帮你救你 你信吗 那就把我放了 走 走 好 你嚷嚷完了嗎 你嚷嚷完了 再來就好好說話了 姐給你想了一條出路 你說 這條路可能比起你當年做刀客 要難生一百倍 可它既能讓你殺更多的鬼子 給你那幫弟兄報仇 又能讓你學到之前沒學過的東西 你願意去嗎 這跟萬字卿學不了啥好了 你也哄我 真的 可是從現在起 可能幾年 甚至是很多年 你再也不能回來 見你娘和麥香 還有你所有的親人 包括你那幫弟兄 你還去嗎 你地方在哪兒 現在還不能告訴我 連你也見不著他 可能吧 幫你來了 你咋變磨叽了呢 去不去吧 好 能報仇我就去 能 去 好 那我現在就回廠子裡 處理一下手頭的事 明天就送你走 答應你 幫你覺得嗎 你搞什麼 去吧 你要給我 去看 Gueção 你去看你 我是在帮你 她是你弟 你这么说我还不管 好 好 好 跟你开个玩笑吧 别生气 那你跟我说说 她咋通的 我把她送出同关 送到哪儿去啊 她能干吗 那你就别管了 反正她答应了 你不会是 想送她去军校吧 差不多 她能行吗 嫌不行你自己来呀 好好好 好 只要她踏踏实实的不惹事 我保证啥也不回来 我明天上午就来接她 这一走 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 你有啥话想跟她说的 就赶紧跟她说吧 我跟她没啥可说的 那是你们兄弟俩的事 我先回了 喂 我是万子卿 请长官指示 大概是四天以前 这我不清楚 她现在人在我这儿 明白 马上捉受调查 有结果立即回报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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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准备好了 情况有点变化 咋了 心安军情处的人来了个电话 没啥大事 等我一会儿 收拾差不多了 这次一走啊 不知道啥时候能见了 出门在外 别走那么任性 外的啥人都有 不是所有人都把你当大哥 对了 你过河的时候 带过几个陌生人啊 啥人呀他这 做生意的 姓文 娘呢 那人挺怪的 咋怪了 说话不中听 她说 打仗不是我们老百姓的事 让我们别管 跟你走的一样 跟你走的一样 咋 什么认识啊 到底咋了 只会她走不了了 情况属实 那个姓文的 就是她带我喝的 我明白 这是最后的线索 我马上进入审讯阶段 下午 是 发生啥事啊 他不禁害死那么多人 还带了一个罕奸国行 这个人身上藏着 我们整个西北军事部署的情报 西安军情处的人下午就到 好 现在 她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 那 那赶紧想办法呀 没办法 杜兰云 兰云 兰云 让开 我要带她走 干什么 我要带她走 军情处的人真来了 她麻烦可就大了 兰云 朱兰云 冷静点 放了她 放了她我怎么想上风交代 我是放了她 我就寻思舞弊 我是个军人 不能违反军令 可她啥也不懂 这中间的利害关系 她根本就搞不明白 依她的性格 用不了良审她就暴了 到时候很可能就把她 当同谋给罚办了 活该 杜兰云 她做事不过那么分 害死那么多人 还带过几个汗子 赶紧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她就是个刀客 她知道啥 她啥球都不知道 事情没你想起这么严重 了不起人家 就来做一个例行调查 她好好配合一下就完了 我现在就担心她不配合 希望吧 我刚才太冲动了 要不我再进去跟她谈谈 让她心里上有个准备 别再胡来了 注意方法 她外头又咋了 你这一次是真的闯祸了 找货 我知道 你是不是过河的时候 带过去一个陌生人啊 是 咋了 那是一个特务 啥就是 她是西安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参谋 手里掌握着西北整个军事部房的情报 她把情报带过了河 交给了日本人 可这些我可啥也不知道 时间不多了 可能一会儿 西安情报处的特派员就会过来 跟你调查这事 记住了 千万不要跟人家使性子 知道吗 不想什么 不想什么 那我先走了 这时的方振东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过河为兄弟们报仇 行了 孩子们 都放心地待着吧 你冬哥也陪你们去了 昨天晚上你冬哥回徒官的事 跟谁也别说啊 抽签得嘱咐一下蓝云姐 嗯嗯 冬儿这孩子 自打没出生 我就找杜先生给他算过一挂 说是个天杀童心 血光不断 为这儿才当的屠夫 整天杀猪见血 为的就是给他打栽 你说这到头来 还是没躲过去 自欺东寨的时候 我达也这么说过 也招人给他算了一挂 那算命先生咋说的 说他属猫的 行 那十二属下哪有属猫的 是这么说的 说他有九条命呢 你就宽娘的心吧 自南京沦陷后 高层的确出现了 和谈的论调 他们的理由认为 无论从咱们的国力 军力 以及老百姓的综合素质 都无法与日本全面相抗衡 故应该暂时屈服 对此论调 委员长非常震怒 认为这是卖国行径 所以对这次叛逃事件 尚风是高度重置的 要严令整出 而且影响面 扩大得越大越好 以震慑投降牌 军统也为此成立了 特别行动组 要严惩汉奸 班营长 你说的那个人 他现在在哪儿 就积压在金碧市 那好 你安排一下 我要马上提审他 是 请跟我来 好的 杨坝 杜工 杨鲁 杨宫 杨工 杜公 杜公 怎么了 打完了 来 可北人 辛苦了 怎么样 他虽然不识字吧 脑官还是够用 他就是一个刀客 脑官够啥用 他掌握很多情况 我准备带他过后 他掌握啥情况 那个人的特征 街头地点 他都知道 太北人 你可不能相信他 他肯定啥都不知道 为啥 你不了解情况 他是这一代刀客的头 使诈耍魂 那是家常便饭 你先安排一下 让我们今天住在同安 明天一早 我就带他过后 我 我不管你想啥办法 不能带他过后 我说了 可是没用 你说 震东不会又耍啥心眼吧 他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伟达目的 什么手段使不出来 你是不是又耍啥心眼了 啥心眼 你跟特北原说的那些话 是不是瞎编的 别翻眼 马上回答我 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话 都白说了呀 你答应我的话 咋都不算数呢 我得过河 你不能过河 你过河会坏了别人的事 我知道我该干什么 是不是说啥都拦不住你啊 说话呀 你怎么那么了解他 他是我同父一母的弟弟 我相信你说的话 但是我需要他 如果您非要带他过河 我请求和你们一起去 我实在是担心他惹出什么乱子 破坏你们这次行动 那同官的房屋怎么办 我会安排 而且我早就想过河去实地看一看 日本人部署的情况 到对岸以后 他指认了对方街头的地点 我就把他带回来 好吧 你赶快回去准备一下 明天一早就出发 是 下看 是 带着呢 我还能跑呢 我还能跑呢 你蹲那儿干啥 快上去睡觉 明天还赶路呢 睡着 嗯 我从到齐同志那天起 就没站过河 来呀 这刀客 不比你们当兵的差吗 你说这么些年 你睡觉也没脱过衣服呀 嗯 不洗不擦的 不都臭了 进来 干啥 该换药了 明天再说 还是换了吧 再不换伤口该臭了 好 出去 哦 你也想不到哪儿去 你说你知道 那汉奸的街头地点 假的吧 你还是不信我呢 你还是不信我呢 信不信的我也来了 明天你指认街头地点以后 我把你带回通关 你蓝云姐说要把你送走 你知道她要送我去哪儿吗 不知道 我就这命了 啊 啊 该死求朝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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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肯定你送的那个人 就是进了这个门吗 我记得我当天送他的时候 他在门口还回头跟我笑了一下 根据我们的情网 真是个特务机关 给我出去一等 给我出去一等 我记得你想耍死狗 方振东 你搞清楚 咱们在执行任务 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敢搞砸了 弄死你了 听见没有 好好好 好 面来喽 还有点 来来 放点肉 好的 马上来喽 长官 一辈子歩着 这里 这里 您好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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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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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世 走 等导人 走 走 走 枕洞 枕洞 枕洞快走啊 枕洞 枕洞 快走 枕洞 你拉我 快走啊 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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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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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館的罗杉尔文是这个西北一番有名的 去旅行吗 是 但是真是来的 几岁了 我明白了 几岁了 几岁了 你好 我苏外银长的秦武兵 我找杜小姐 小张 你去叫一下杜公 你说外银长的秦武兵叫他呢 这儿等会儿啊 来 你们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方正东呢 有哪儿没事 我们也是刚从西安回来 探望来接你 来 那走 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想要干啥事 谁也拦不住他 当初我就猜到 他想那么去做 我 我拦了 那专员不同意 我就是怕他出点啥事 才想跟过喝的 该说的都说了 能做的都做了 咋也劝不住 一见到鬼子他人就疯了 谁都拉不回来 鬼子用刺刀刺刀 他身中两枪才倒下 别舌 你不怪我吧 你不怪我吧 这事你打算再跟你遍说 给他你放点 咋说的清楚 咋说的清楚 他们只知道他过了河 他又回来了 还逞着汉奸 你又带着他过河去出街 真 他 这早进是他清楚啊 我就实话实说 我爹哪我去说 方娘哪儿 你陪我去说 老爷 老爷 少爷要回来啦 达 你咋出来了 咱进屋说吧 走 达 慢点 今天这是咋啦 又没什么事 你怎么回来了 我想跟您说说 震动的事 有震动消息啊 他现在咋样 我听说带着人过了河 而把你表弟也带上 你舅舅天天来上门问 震动死了 你说啥 再说一遍 震动死了 咋回事啊 你你你你你咋知道的 他带回去的十几个人都没了 这其中就有舅舅的娃 钉胖子 Ghost 再し 我是听说的 可震动的死 我是亲眼见到的 打 来 喝点水 谢谢 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是 我们是董管过来做生意的 想去西安 听说你的幼杂磨好吃 就顺道过来了 那你们是来这地方了 这方圆几十里 没有不知道我家小店的肉夹馍的 行了行了 你就看看大道那伙去吧 跟你说多少回了 老是说不利索 全是点事 你们先吃吃啊 我这还忙呢 嗯 嗯 两万吧 长官已经迷惯了 这么不错 吃了什么 我认为了几年有一个中国人 我认为了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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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几年 我认为几年 几年 我认为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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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逻的士兵 抓住了过河的震动 我一问才知道 他闯了那么大的祸 但是震东一直闹着要过河 说是要为兄弟们报仇 我扣着他没放 可是又怕我舅和刀客们知道 最后 还是兰云想了个辙 震东也确实在通关待不下去了 就想找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 把他送过去 快往后说 本来 我第二天就要带他走了 可是西安那边来了电话 说他又设计一个案子 他卷案子 震东 头一次过河的时候 捎带过去一个人 这人是个罕奸 还夹带着我们的军事情报 因为只有震东知道那个汉奸 在河那边的具体的落脚点 所以我们带他过河出间 但是碰上了日本人 震东就动手了 发生了枪战 日本人杀了没有 杀死了 才杀一个 场面很乱 肯定不止一个 是我让他去的 他慌慌张张地带兄弟们过河 那么多兄弟们死了 这就是他的错 他该承担 该去报仇 只要他死在为兄弟们报仇的路上 我这心就暗了 他心暗了 還以为你 consol上的路上 不管罩 父亲 去封灵 那眼睛 那儿etics 他们算是Face 我して孩子 resto 那我哎呀 我不是太少啊 是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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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恨啊 啊 我好在天啊 我好在天啊 你平常不在心唷 我好在心的撒 我好在心 Nation啊 Bailey最后也好在 tolerance 分手的那天 她这么堂堂 真正地走了 娘里没白辛苦 没白白拉着这么大 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那非要接我去齐通寨 总得容我点时间吧 那操拭一个家那么容易呢 我在这儿住了四十年了 就是收拾东西得得一会儿呢 是吧 我答应你们还不成吗 你这张弟兄们快都起了 那我留几个兄弟 帮您一块收拾吧 别给我添乱了 那盆盆挂挂针脱现脑了 都是你们男人收拾得了的 要不让麦香给你们弄点吃的 让大家吃的东西再走 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就不打扰了 我们现在就走 过两天再来接您 成 买捞卢 买捞卢 买损 买损 买捞卢 放衣咋样 没咋样都挺好的 对了 白天七同寨的兄弟们来了 说要接尿去七同寨住两天 娘答应了 说过两天就走了 那向你听姐的话 这两天你千万别离开方衣 她让你干什么事 你都别离开她 千万记住了 你赶紧回吧 冬娃她娘咋说 我在她那儿做了小半天 开始还想劝她想开点 宽慰的话说了一大堆 结果呢 她倒宽慰起我的心了 说啥了 她说 让我放心 她不会寻短见 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到了说了一堆 这你们俩的乱七八糟的旧事 她 她到底说啥了 她说同关她不想待了 说震东那帮刀客兄弟要接她去七同寨 她答应了 她说她这两天收拾收拾静静心就过去 坏事了 坏事了 赶紧给我走 咋了 走 咋了 咋了 你为什么要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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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就是心口疼 你去叫一下杜达达 你们来得正好 娘说她心里堵的话 让我去找杜达达呢 坏事儿了 快走 冬娃 娘跟着你来了 娘 小哥 娘 英子 英子 你慢点慢点 这白天还好好的 这怎么了这 娘 快快快 哎 哎 哎 我叫叫一首大个大个 哎 我叫叫一首哥哥 哎 我叫你儿子呀 哎 哎 发不去是被罪 哎 哎 会儿被丢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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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就趴码头站了 这码头是商会的 我现在又是商会的会长 我这营生做不下去了 你说跟我有关系没关系 劲儿 鬼子是个啥鬼子 我想知道这日本人 到底到咱家来干啥了 那我们老百姓也不能看着 对吧 我也不能光看着光听着 我得干点啥 我也可以打赏 我见过去 我杀过人 这你知道 我杀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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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和我若回来 我是没指望了 前些日子我就想跟他走 可就是不死心 我又想 万一呢 万一他又是杀了鬼子 也报了仇 还真哗着回来了 他又是回来了 看我走了 那还不怨死 我怕冬婉冤的话 就等着他 看星星探雨了 没消息就好了 今天子晴跟兰云一进来我就明白了 初遗是躲过去了 可是我还得来 娘 我可走的那天 我背着你去找兰云姐 你不是火气吧 要来他挡也挡不住 子晴 我 子晴不是把他都给关起来了吗 都不还是过了花河 想 听娘的话 是不是什么东西会激动这个情况 你疲劲劲 你疲劳看中了 娘 不过走的时候都跟我说过了 他跟你说啥了 他说不管发生啥事 都要我看着你 守着你 你疲劲劲 他想早就早喂 还非把娘掉在老娘上 这上不周天下不周地的日子 又杀过他 娘 我也不知道开咱的树 反正我是进了这个门 进来了 我就不打算出去 你这一首亲门 让朕觉得对不住你 谁连着一花花大闺女 硬是让我给拿起门 若那是成全你俩的 就我还给哥在半岛是吧 是我自愿的 我跟他从小在西统山长大 从小我就喜欢他 我不会了 小儿 娘这辈子最对不起的臣就是你 这都啥是臣了 这么晚去 合适吗 达说了 再晚都得过去 怕姨再出点啥事 脉香一个人应付不了 让娘死吧 有啥可祸子 那我就陪你一块儿死 你说 上吊跳河 咋都成 别瞎说 我没有瞎说 你跟我哥都无惨 我一个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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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 是不是 是 ub 你 我们 我 睡醒了 来了 小小 放你咋样了 好多了 姐 麻烦你们帮我看伙娘 我出去一趟 这马上去哪儿啊 我去找杜白白问个事 马上回来啊 那你快点回来啊 咱们进去吧 孩子 又咋了 娘没事 我紫星哥和兰玉姐 在那儿守着呢 杜白白 万白白 万象 那你这是 是啊 打了 我要嫁给镇东哥 这是为啥呀 我小的时候 在别的村子见过 新兰官是个赶马车的 结婚办事头几天 马惊了 把马冠撞死了 可三天后 新娘还是嫁给了他 也不知道咱同关 有没有这规矩 这事 我倒是听说过 可我没见过 转风俗讲啊 这叫明婚 可这明婚 都是为了用红事充白事 让死去的人在阴间 驱邪避鬼 遭露天堂 你这要跟镇东结婚 这为的啥呀 孩子 别慌 这不成啊 为了能堂堂正正地 走进方家的门 圆了我娘 想和镇东哥找个好媳妇的梦 也能为我镇东哥驱邪避鬼 什么梦呀鬼呀的 那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孩子呀 明婚这个事 咱不能做呀 八女子 孩子 不行 这不行啊 杜白白 万白白 我不知道该咋说 咋说才能把我心里想的 我这点事说清楚 可我心里边明白 我只要能嫁给镇东哥 那我就是方家人人了 就是我娘的儿媳妇 那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她想哄我都哄不走 那我不就能一辈子守着她 哄她开心 让她又多了一个家人 大家开开心心 乐乐呵呵地过日子 那她不就不死了吗 真是 快起来 快起来 你们二姥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常规不起 你们什么时候答应了 我什么时候站起来 怀疑 我说 孩子 白白答应你 起来 真的 真的 走走走走走 爱子 刚才你那番话 我们都听到了 白白答应你 在通关 一定给你办一场 既洪湖又排场的大婚礼 不认识 不认识 Zither Harp 怎么没看见新郎官 朕就不知道 新郎官早已死了 这叫民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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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拜天地 再拜高堂 夫妻 娘 娘 娘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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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以后啊 每逢初一十五 我卖香 就带冬哥来给你们上坟 给你们带咱同关 最好吃的肉夹馍 好不 对了 我和你们冬哥成亲了 那天啊 可热闹了 咱同关成人山人海的 是咱七同寨的兄弟们啊 帮我抬进方家的门 按规矩说 以后你们得叫我嫂子 嫂嫂子 不管 反正啊 你们就得叫我嫂子 今天啊 我想当着你们的面 跟你们老大喝杯酒 喝杯酒 东哥 今天我俊啊 我知道 你最喜欢我穿红色的衣服了 好吗 从小 我就想当你的媳妇 现在终于成了 你就放心 你不愿意 我会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咱娘 你 你要去哪儿杀 你多么告诉我一声 我给你杀过去 来 来 把这杯椒杯酒再喝了 拜托先老 我让你 single 这道 个大皇 你不愿意 好 好 好 小艾 你怎么想要了 还有你 都能够不肯 堂